理财APP 好 强生就任英国首相之后 承诺实现10月30号脱离欧盟的目标 万一英国硬脱欧会有什么影响 英国未来的权重会被MSCI条降骂 英国的经济前景暗淡 欧洲股市还值得投资吗 理财APP连线访问南台科技大学财经系 朱月中助理教授 朱老师你好 主播集全国听众大家好 是 我们知道强生早就是一个脱欧大将 如今兼任首相对脱欧的立场一样很强硬 他宣示说10月31号准时脱欧 老师首先请问一下强生的论点是什么 是 那基本上强生他坚持必须要在10月31日前脱欧 如果没有脱欧不管有没有达成协议 他就是要离开 好 那当然他也认为说这个无协议脱欧对英国会造成伤害 但是他说反正能够得到协议最好 没有 我也离开分 如果真的没有协议到时候我们再签FTA 但是他把这个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太天真了吗 对 真的太天真了 那怎么说呢 因为如果今天欧盟这么容易就跟你签FTA 那想想其他欧盟现有的会员国 那人家会不会依照办理 你今天英国你要应托欧表示说 所谓的应托欧就意味说 我今天也不跟你任何协议的 那反正我就是这样子就离开了 那欧盟对英国的要求 基本上你要付一个分手费 也就是你要离开可以 你必须要付一笔钱 那当初欧盟会脱离欧 会假如脱离欧盟呢 他其实当初强生他们在16年公投的时候 他就是诉求说 我们离开了欧盟之后呢 我们每年可以省掉好几十亿英镑的 这个会费 就是交给欧盟的会费 如果把这些钱留下来 当做我们国民的这些社会福利 不是很好吗 一讲一般民众就觉得很开心嘛 可是他没有想到说 你付了这些钱 其实你得到非常多的好处 那你现在你要离开了 那欧盟的要求说 好那当然就是公司公办 基本上该付的钱 你还是得付 要不然你想其他的欧盟会员国 那如果看到英国这样子 那我也走啊 那走了以后 我拍屁股就走 我也不用付任何钱 然后反正之后我签FTA 那我原本的权益 好像又跟原本一样嘛 那最后欧盟势必就会解散 那现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争议点就是 因为强生希望这个 北爱尔兰的这个边界呢 必须要能够移除 也就是说 因为现在欧盟要求说 北爱尔兰必须保留在欧盟以内 那北爱尔兰是英国的四个地区之一 那他欧盟的意思就是说 反正北爱尔兰是不要脱欧的 你英国的本土你要脱欧 你就去脱吧 可是英国的想法 包含强生的想法 他是认为 要我就是全部一起走 没有说留一个北爱尔兰不走的这种道理 所以这也是欧盟跟英国之间 一直没有达成协议的部分 好那刚刚讲到这个分手费 到底是多少钱呢 其实真的蛮多 是390亿英镑 这和台币已经是一兆多了 是一个天文数字 对是一个天文数字 所以说他们当然就不想付 好那所以呢 我们回到强生之前 他在竞选的时候呢 他其实就喊出了一个口号 他就把它简化成四个英文字母 就是DUDE DUDE呢 这第一个D呢 就是代表了我要脱欧 那第二U字呢 就代表我要团结英国 那第三个D呢 是要打败柯兵 那柯兵就是他的竞争对手 英国工党的党魁 那一就是我要带给英国活力 好那这DUD听起来好像还蛮不错 可是DUDE如果把它合起来 看作一个英文字的话 它其实是英国礼语 有点是花花公子的味道 那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意思 那就不禁让人家联想到 强生给人家的印象 好像就是这个样子嘛 所以说现在强生上台之后 他是不是会很坚持 他原本的论典 那这其实是值得商榷的 我会觉得他在上台前 他那时候在尤其在脱公投的时候 他很多的问题 他可能当时因为他的身份的关系 他没有那么了解 你先当了首相那就不一样了 是有人说强生是英国版的川普 可是欧盟态度也很强硬啊 万一说跟欧盟谈不拢的话 英国印托似乎是似在必行的 如果说英国印托欧的话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确实很多人都说强生是英国版的川普 可是问题川普他所在的国家叫美国 美国是世界第一大国 川普再怎么任性再怎么耍赖 大家都得卖英国买单 可是你英国讲难听一点 谁离你英国啊 尤其如果你先真的脱了欧盟了 谁要离你 你以前因为你有这个 所谓的欧盟的跳板的地位 那你一旦脱欧了 那我何必再到你英国去 你英国又跟欧陆又没有相连 我到你那边去 我也没有得到任何好处 所以呢如果印脱欧之后呢 英国基本上会面临 最主要就是人流物流金流 这三件事情啊 那原本只要是欧盟会员国 有去过欧洲的任何一个 欧盟会员国的国家的人 就会知道我们进海关的时候 他海关基本上会三个砸口 一个就是本国人 一个就是欧盟会员国的公民 第三个就是都不是 那如果你是走前 就前两个如果是公民 跟会员国公民的 基本上都是快速通关 可是如果你不是的时候 就会欧盟会员国的公民的时候 那就是照规定检查 那你今天英国一脱欧 你人流就先遇到这个问题 别的不说你要办签证 原本英国的民众到欧洲去 欧盟会员国去 根本就不用签证 你像英国在跟法国之间 有一个英法海底隧道 我直接车座了 我就到法国去了 我也不用办Visa 什么根本都不需要 就跟我们在台湾 我南北往来也不用办什么Visa 不用办签证 可是你一旦脱欧了 你第一个人就遇到 你要到欧盟去 就公事公办 你就给我办签证 物流就指着我往来贸易 以前都是比照同 就是会员国 就是比照我本国的待遇 所以你商品往来 基本上几乎没有什么 通关检验的问题 也几乎都没有关税的问题 那你一旦脱离 那你就公事公办了 所以英国很多人就开始担心 一旦脱欧 尤其是硬脱欧之后 别的不说光我的食物类 基本上价格要涨三成 因为英国如果你去了解的话 因为它以前是中工业国家 它污染非常严重 即便它现在已经没什么太多重工业 可是几百年来累积下来的污染 造成土地种的东西不能吃 周遭海域的渔获不能吃 水不能喝 要靠进口 通通都进口 是 那如果这样子人流物流金流都受阻化 经济金融面会不会受很大影响 MSCI可能会调降它的权重吗 对 所以我们看到GDP 在16年公投 在15年的时候 它的经济成长率是2.2 16年剩1.8 17年也1.8 去年降到只剩1.4 那IMF预估它今年只会剩1.3 明年也只有1.4 而且IMF要注意到 因为它这个报告是比较早之前出来 都还没有预估 它到底会不会印脱欧 如果今天印脱欧的话 IMF其实也讲过了 如果你今天如果真的印脱欧的话 那你的状况一定会更差 所以光还没有正式脱欧 我们就看到英国 它这几年的GDP 就一年低过一年 那如果你真的在脱欧的话 那势必的 你刚刚我们讲到的 你这基本跳板的角色就没有了 很多企业势必就会从你这边撤出 那就投资面来说 因为原本在MCI最主要的 MCI欧洲指数当中 它是权重最高的 我查一下大概是 目前是26.57% 第二高的是法国才18% 那如果你今天一旦脱欧的时候 你这个权重势必会大幅被调降 那刚刚我说的是欧洲指数 如果今天是欧盟指数 你不是欧盟的 那你根本就会完全被剔除 那对投资市场势必 对英国本身 人家想要去投资你的意愿 势必就降低了 也就是说 实时投资 企业对你的实时投资 人家觉得你的角色 你的这个中继站的角色不见了 我要撤离 金融业的投资 我觉得你因为没有这个中继站角色 你以前从这边得到的好处也没有了 所以我对你的投资 你间接就没兴趣了 我想这对英国来说 所以英国他们自己预估 如果真的应托 英国至少要产三年 这所谓的产三年 就是会经济衰退至少三年 是啊 想到就觉得蛮惨的 其实伦敦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 已经逐渐丧失 刚老师也提到 很多企业是陆续撤走 那现在包括法兰克福等城市 都越越欲试 想要取代伦敦的一个地位 爱尔兰这个国家呢 也越来越受到倚重了 那老师觉得说 未来哪一个城市 可以取代伦敦的地位 那目前真的是 大家听到英国要离开 其实大家都很高兴 因为你这个 想取而代之 对 你长期这个 金融中心的这个机构 你真的是赚到 很多很多的好处 那你要走的 我都想争取嘛 所以除了刚刚走的 法兰克福啊 爱尔兰之外 那法国巴黎 他其实也在抢 但是目前看起来 我觉得爱尔兰的条件 可能是比较好一点 包含几个点 为什么以前英国 能够成为跳板 其实很重要 就是因为他讲英文 我们知道欧陆的国家 基本上都不讲英文 虽然他们英文 大致上都会通 但是官方语言 基本上都不是英文 可是爱尔兰的官方语言 是英文 那这是第一个优势 第二个 英国他能够 有以前的地位 还有一个就是 他的公司税 企业税 是比欧陆国家 普遍都低的 欧陆国家的企业税 普遍都20%起跳 但是英国只要15% 那现在爱尔兰 他为了跟英国抢生意 他更低 他只要12.5% 所以说 你看 我还是欧盟会员国 然后我也讲英文 而且我的税比你更低 所以爱尔兰基本上 条件其实很好 那他原本唯一输给英国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 英国跟法国之间 我可以走陆路 走英发海底隧道 可是爱尔兰 没有办法拉一条陆路 所以他只能靠空运跟海运 他是相对比较落后 所以这时候呢 欧陆的国家 刚刚我们说的 法兰克福或是巴黎 其实他们也很想争取 他说 我就在欧陆啊 你不用再那么麻烦 你就来我这里嘛 而且你说这个英文 其实我们都是双语 我们都会讲嘛 那税的问题 那就好谈嘛 外资来的话 我也许给你 税负优惠 所以说其实大家都 抢着要这个地位 是 以往欧洲基金 还蛮受到古人青睐的 不过现在有个变数出现 就是英国可能会硬托欧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欧洲的经济前景 还值得期待吗 会不会受到这个大影响 是 那说的也很奇怪 真的 你看到所有的投资机构 对欧盟或欧元区 或整个欧洲的评价 基本上都是不好的 都是看坏的 各种数字都很差 包含了这个欧元区 他们自己 欧洲央行 他们自己也觉得说 因为我经济不好 所以我可能还要再 再调降利率 尤其欧元区的利率 已经是全世界最低 它基准利率已经负0.4了 负的就已经很夸张了 居然他还想要再调 所以未来还是有降息 或是QE的可能性 对 他的强调就是要再降息 可是 在这么多不好的 这个经济预期之下 可是他的股市表现 其实算差强人意 所以我们以今年NBCI欧洲指数 到目前为止 才涨了12%多 12%多其实也算还OK 所以说这就是 还蛮吊诡的 但是回到我们一个 现实的问题 刚刚的前提 都是因为英国 还没有印脱欧 所以如果英国 真的印脱欧的话 我相信短时间之内 冲击在所难免 因为很多人都觉得 你英国根本就不敢印脱欧 所以有些企业都还在等 可是万一如果真的如强生 他所这么强硬的态度 10月31号一到 我们不管有没有谈成 我就是要走人 那可能接下来市场变化就很大 因为大家都觉得 你英国根本不敢印脱欧嘛 你虽然要脱欧 但是你还是得讲好才走 那所以还有人在等 但是如果真的印脱欧实现 我相信短期之内 至少三到六个月之内 欧洲的股市可能就会下来 但是把时间拉长一下 等大家都习惯 尤其我们刚前面讲 很多人都想取代你的地位嘛 等到大家这些该取代的 该走的都安定好了 我相信欧洲市场应该 渐渐就会恢复到正常的情况 老师稍早也有提到 这个英国的比重 在欧洲股市的比重来讲 基金比重大概是26%左右 是占最多的嘛 那如果说英国未来 可能印脱欧的情况之下 欧洲股市还值得投资吗 是我会觉得就短线来说 其实还是要观察 就是10月31号以前 这个情况到底会怎么样 我觉得这是最值得观察 如果英国最后还是妥协 是用软脱欧的方式 也就是说还是跟 就打好的话 那我觉得欧洲基本上 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尤其我们刚刚前面也提到 欧洲央行他还要持续宽松 所以在一个宽松的情况之下 甚至他之前已经停到 去年停的QE 他也说有可能再回复 那在这个前提之下 那欧股基本上就不会用太担心 那比较担心的就是 真的印脱欧的话 那我就刚刚说的 可能三到六个月之内 欧洲股市会有比较大的震荡 这时候投资人可能就要小心了 所以短期的投资政策怎么怎么做呢 我会觉得还是先观察 大家不用说 现在一听到这样讲就很担心 就我们刚刚说的 10月31号以前 因为距离现在其实还有三个多月的时间 其实就是观察说 你英国到底要怎么方式 所以我们回到前面有提到 强盛之前很强硬 有那些说法都前提是他不是首相 等到他是首相 他知道现况 我相信他必须妥协 好 非常感谢朱月中助理教授说明 谢谢朱老师 谢谢